字幕志愿者 郭文贵 字幕志愿者 郭文贵 今天AT格股推介 第一是中人香港3988 香港三间发钞银行当中 渣打和汇烘在早前公布2022年的业绩 正式差阔阔的幅度大过市场预期 帶動淨利息收入好過預期 加上每股派息同樣高過市場預期 增加同為發鈔銀行的中銀香港業績憧憬 雖然中銀通常在3月下旬才會公佈上一年的全年業績 但上述憧憬增加了 投資者在現階段開始部署偷部炒中銀業績的勝算 再者去年內地仍然有內房債務危機和嚴格的防控措施 市場仍然擔心貸付需求或多或少會受影響 甚至抵消美國聯儲局大幅加息的利好作用 中銀認為中銀香港的內房廠口風險可控 截至上半年的年底 其中78%的廠口是國企客戶 信用成本表現顯著好過同業 而利率上行有助帶動中銀業績得到改善 並且預計2022和2023年 經調整的NIM將分別提升0.29厘和0.27厘 去到1.38厘和1.65厘 美銀早前的報告亦認為 中銀的資產質素良好 來防市場復甦進一步明朗 反而對恆生和東亞的看法轉向更為正面 另一方面 內地在去年11月底露出復償的曙光 並且在2月6日和香港全面恢復通關 而中銀加上背靠母公司中行 在大灣區有超過1000個經營網點的優勢 在跨境相關 淨利息和非利息收入兩方面都有不少的機遇 中銀現價股值吸引 策略上建議投資者等待股價回到26元 可以賣入第一柱 如果有機會回到25元就可以加多一柱 短期先看30元的關口 之後看券商平均目標價附近 即大約33.4元 跌穿23.5元就適宜止虧了 第二隻的推介港股是聯想的 受到個人電腦即PC行業下行週期影響的聯想集團 隨著行業渠道去庫存 有望在今年中元結 PC業務預料會逐步復甦 公司早前公布 截至去年12月底為止 2023財年第三季的季績 收入錄得153億美元 按年減少24% 當中由於PC和智能手機需求疲弱 智能設備業務集團 收入按年跌了34% 順利就是按年調整了32%到4.4億元 截至去年9月底為止的中期業績 公司經營收入當中 IDG就佔了82.2% 餘下就是基礎設施方案業務集團 ISG和方案服務業務集團 SSG 當前PC行業仍然處於下行週期 據IDC數據顯示 2022年的第四季 聯想和全球PC的出貨 分別按年下降28.5% 和下跌28.1% 光大證券認為 隨著PC行業渠道去庫存 有望在今年中結束 預計全年PC出貨量增速 將會在今年下半年 由負數轉為正數 行業可望迎來邊際復甦 對應2023年全年聯想的PC出貨量 或按年低位數的下跌 升展預計 因為經濟放緩拖累商業和零售領域 2023年全球PC出貨量下降16% 但在消費者情緒好轉之下 2024年將恢復增長1% PC出貨量增長 將為公司2024財年收入增長的主要動力 因為服務業務的增長 亦隨著PC用戶群的恢復性增長而加速 彭博綜合勸商最新平均目標價是7.77 較上星期五收市價7.08% 高出9.7% 策略上建議投資者在6.5 6.8買入 目標是看7.5 跌穿6.3便適宜止洩